整個事情發生是在上個禮拜日 上禮拜我們開持久台 爆肝台 重點是在開直播 就是那一天就已經有點小小的不舒服 但我還是開直播 然後就想說 欸 反正十一封快結束了 拼一下 然後就去休息吧 然後結果 開到尾段之後 關個螢幕去上個廁所 然後沒想到去上廁所的時候 發現 身體怎麼動不了 就是他那個很恐怖喔 就是 原本是背痛 然後肩膀痛 我以為是太累 然後抽筋什麼的 但沒想到 那個時候 那個是一個瞬間的 一個瞬間當下 就是整個 整個全部背 都痛 然後就那個當下呢 我想說 呃 因為我成 人生從來沒有經歷過 這麼 這麼 痛的事情 當下有想說 好 那不行 那我要去 掛急診了 然後後來我就 硬撐著回來 然後就跟他講說 呃 我可能有事情要做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事情那麼嚴重 然後我就 關了直播 後來真的動不了 然後我就 打電話 直接 叫自己的車掛急診 然後重點是 呃 進去前行車做快拆之後 就那 已經不能動了喔 已經不能動了喔 但 你知道嗎 就是 呃 你進去 無論你要開什麼 刀之前 你就 得先照X光嘛 所以我就是 不能動喔 啊 你還是要被逼著去 照X光 躺在那個 病床上的時候 然後 生不如死 真的 就之前都沒有開過刀 也沒有進什麼急診室 完全沒有 就是 人生第一次的體驗 雖然 你的身體很累 然後 你的身體很痛 但是 你是不能 躺下去的 所以 就這樣維持 然後呢 就 就等那個 呃 整個X光出來之後 講解的醫師就是 跟你講說 噢 原來是 氣胸 但他其實 一開始還 就是 講說 這個 其實還好 因為 蠻多人都 有這個 疾病的 那就是 幫你先排這個 開刀的 那個 時程 我們 可能 如果是那天晚上 12點 左右去 晚上 掛幾等區的嘛 然後他就說 那明天就 早上 或下午幫你排 就是他那個 排的也是 蠻緊急的 就是 那天晚上 真的是 就是 雖然 就是很累 就是 還是睡覺 但是 就是 只能坐著 就不能躺著 這樣 就躺在那邊 就隔天就是 醫生也來看 他就說 呃 這個好像就是 呃 比較 好發 比較好發於這個 長得比較高的 比較瘦的人 然後我想說 有嗎 我最近吃蠻胖的 呵呵呵 而重點是他就說 這個發生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的身體長太快了 長太高了 但其實你的 肺或什麼的 沒有跟上你的 生長的速度 肺中間就會有空隙 然後就會導致這個氣胸 然後你的 肺裡面可能就會有氣泡 什麼的 也就是 接下來就是要手術了嘛 他就說 也就是說這個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太 太多人 都是 都有這個 我的疾病 開完手術應該就會好多了 而且他一直重複說 欸你很年輕啊 這個 開完應該沒差啊 可是 重點是 呃 我那時候躺在床上也是很不舒服 就是想說 既然 這個很常見 怎麼那麼痛 真正的手術前 要先去 比如說量身高體重啊 或者是照X光 他會跟你 要講解 麻醉的過程 因為我是做全身麻醉 醫生要跟你講說 這個麻醉有什麼風險 我媽是陪我去 掛肌診嘛 走路都不行喔 就講話 連那時候 連講話都是 吼吼吼 就是 只能 氣聲 連 連說話都說不太出來 就真的 感覺快掛了那種感覺 然後 我連 連下床都沒辦法走路喔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 醫生請我 跟家人去 就是聽說 麻醉的 那個風險 是什麼 醫生講完就出去了嘛 然後我就下床 就是 我是原本這樣子 就坐著嘛 也沒辦法躺 然後就是 要起來囉 人要起來囉 然後就 就坐到 床邊嘛 然後就準備要站起來之後 沒意識了 這時候是 眼前 一片黑 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在 在張開眼睛的時候 就 就發現 我媽超緊張 然後 旁邊都是一堆人 那個瞬間是 我 我剛 剛 剛張開眼睛的時候 這個全身超多汗的 就坐在那個輪椅上嘛 那時候真的 也沒太多想法就是 好險又醒來 那個 後來是要去聽那個 怎麼麻醉嘛 但我 有於下床的時候 就是 整個昏過去了 然後所以 好像也沒辦法下去了 然後 所以後來就我媽去聽 然後我就 就繼續躺回去床上 休息 後來 就是他這個病床是直接 推到那個 手術室裡面 直接 做那個 手術 開手術之前 那個醫生就有 很多方案嘛 像這種肺的手術啊 你要開 你要那個 開那個刀的話 在之前啦 是你必須 把胸口 直接剖 15公分的那個 一個 這樣 橫的 開個那個刀 所以那個復原就會很慢 而且 會很痛 現在有一個新的 選項是 開很小的 大概 5公分 我上考5公分 所以我們就選那個 新的方法 他們叫微創手術 還是什麼 開在這吧 開在這 胸口 左胸 下面一點點 所以我這次是開5公分 好險不是15公分 不然 會崩潰 手術開始的時候 他給你打全身麻醉的時候 就沒有 沒有意思了 所以 你問我說 整個 手術有什麼 會痛嗎 不會痛 就是 根本沒什麼感覺 上一幕的畫面是在 手術台上面躺著 下一幕 就是 麻醉完之後 醒來 睜開眼睛 就直接在病床上了 就是已經開完刀了 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聽說整個 手術花了 兩三個小時吧 後來 那個醫生走進來的時候 就跟我講說 整個 手術的過程 那他說他 好險是 早一點 害我 開刀 不然 很危險 因為 他以為我 就是 是氣胸 但 殊不知 除了氣胸之外 我還引發 血胸 就是 他開了之後 那個醫生開刀之後才發現 哇操 幹 裡面怎麼都是血 就是 我的 肺裡面全部都是血 所以我 我才會 這麼痛 要不然氣胸的話 一般以來講 不會這麼 就是 痛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其他氣胸是怎樣 然後 反正裡面就是 全部都是血 所以你們現在才看到我說 為什麼 臉色那麼蒼白 或 為什麼我隔這麼久才 開直播 因為正常 一般 他說啦 一般的年輕人 那個 開氣胸的話 其實 開完的當下 出院 大概 兩天左右 就 活蹦亂跳 沒啥事 但 因為 我的復原比較久 是因為 寫那個 流失的比較多 大概 吃一兩個禮拜 休息一兩個禮拜 就可以 回復到正常的狀態 我要出院 那時候他跟我講 我要出院的兩個 條件是 第一個就是 我身上的管子 要全部能夠拔掉 第二個就是 我要能夠下床 走路 就這兩個 條件達成之後 他才讓我出院 醫生就講完整個 要注意的事情 跟手術的過程之後 他就出去了 我後來就看到 我身上超多管子 左 左手一個管子 打那個點滴 然後右手 不知道什麼管子 也是 手上也有 然後動體是我的 胸後面 就傷口的地方 這裡 然後又 又插一個管子 管子超粗的 大概這樣 下面有一個管子 有一桶東西 但是全部都是血 我覺得那些都還好 最痛的是 他給我插一個尿管 那個東西是 那個是最痛的 接下來故事好像也沒什麼有趣的 就是 每天吃飯 睡覺 吃飯 睡覺 睡覺 後來醫生 就是想說 那就可以出院 然後禮拜三的話 就是出院了 這樣子 出院之後 就是去繳費 然後 這次的 整個費用 大部分 花的錢呢 都是 健保給付 然後 其中要 有一些東西要自費的 選擇 不插氣管的話 就是要加錢 要加錢的話 呃 就是大概 加兩萬左右 我都講這大筆的費用好了 就是其他小筆 我就不講了 然後第二個比較大筆的費用是 他說 有個新的 叫微創手術嘛 就切個五公分 然後 切五公分的話 這個也要加錢 大概是加兩三萬台幣這樣子 這個是比較大筆的 然後再零零種種的 比如說 他 呃 你在手術過後 你是不是要有一個 止痛的麻醉的 然後 那些 就是很多細項啦 加一兩個 就是 很多細項 一個項目都是 兩三千這樣子 反正整個加起來 整個加起來 我到出院的那個當下 繳的錢是 七萬 快八萬那邊吧 就是 自費喔 還不包含劍保 這就是這次的整個費用 那不過好險 好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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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掉 所以這一次大概 整個 過程的話 就是說 算是蠻順利的吧 好險 好險